从去年4月份开始,地铁南京南站有一幅公益广告就开始被网友批评 如今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,这块广告依然屹立在南京南站 到底是什么广告呢?我们一起来看看 对于密集恐惧症患者来说,密密麻麻排列的细小物体会让他们觉得浑身不适 在地铁南京南站内随处可见一幅公益宣传海报 这幅宣传博爱车站的广告,从远看是两只手比成爱心的图案 走近一些才发现其中的一只手是由数百个写着爱的小图案组成的 这幅广告从近处看没啥问题,可是远一点看不少网友觉得自己犯了密集恐惧症 那只由数百个写着爱的小图案组成的手,就像满手被烫的大水泡,感觉像皮肤病一样 今天,邻居离官方微博登出这幅照片,仅五个小时,就由上千名网友表示 看了不舒服,建议马上更换 今天下午,南京地铁运营公司回应说,这幅广告已经存在一年半时间 是一家广告公司专门设计的,利益就是博爱 虽然网友表示反对,但他们坚决不同意更换